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,我们都进入了有生以来带两字最多的年份,更多的2222,我们是不可能看见了,站在2022年的第一天,我们必须看到,一场新的世界大变局开始了,这一天标志性的世界,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诞生了,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,我之前就说过,这是一个改变格局的重大事件。 对中国来说是这样,对东盟来说是这样,对日本来说更是这样,简单看一下数据吧,ROOF涵盖了15个国家,总人口高达22.7亿,GDP有26万亿美元,总贸易额5.2万亿美元,都占全球的三成左右,也就是说ROOF的自称,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,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。 有韩国媒体预测,ROOF生效后,韩国出口到印尼的汽车零部件关税,有望从目前的40%降为盈,有国际知名智库测算。 到2025年,ROOF可望带动成员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存量,GDP,分别比极限多增长10.4%,2.6%,1.8%,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流之际。 ROOF将给中国更多的海外市场机会,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。 的中国机会,更值得注意的是,以往的这种自贸区,都是美国在主导,但时代也确实变了。 世界也看到,现在没有了美国,ROOF运行反而更顺畅。 当然巨变还在继续,中国不仅仅是ROOF中的重要成员,而且中国还在积极加入CPTPP。 我一直积极主张中国加入CPTPP。 倒也很简单。 这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,美国退群了,没有了美国,CPTPP就少了很多不确定因素。 至于CPTPP一些条款的约束,我们要认真想一下,越南都能加入,中国又何惧之有? 而且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。 如同当年加入世贸组织,事实上倒逼的是中国开放,而不是对中国经济的削弱。 所以我们就看到,原来TPP成立,禁止中国。 中国多少有点被动,但现在中国反将一军,一举化被动为主动。 高超的大国外交,就是敢于主动出击,将强敌化为朋友,甚至帮助强敌制定规则。 什么是谋略?这就是谋略。 什么是外交艺术?这就是外交艺术。 大变局还在继续,我们可以听到格局裂变的枝嘎声音。 在德国,人们16年来第一次看到了新面孔,不再是默克尔大妈,而是新总理舒尔茨发表新年贺词。 舒尔茨自己就感慨道,今天发生了无数变化的这一年即将走到尽头,其中包括一个小变化。 今晚我以总理的身份发表新年致辞,德国是欧盟的领头要换人了,原有的关系,既定的模式,就打破了。 德国的重大变化,不可避免,影响到世界格局,美德关系,俄德关系,英德关系,德法关系。 当然还有中德关系,怎么走世界都在看。 里面肯定有剑拔弩张,有虚与威仪,有相互攻防,也不乏激烈斗争甚至摊牌。 欧洲向何处去? 关系的也不仅仅是欧洲的命运。 具体到对华关系,王毅在2021年最后一次访谈中就感慨,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似乎存在某种认知分裂。 很难想象,一方面同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一方面又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。 这样的逻辑不仅对中欧关系造成了干扰,其实也给欧洲朋友自己带来了困惑。 这说的是欧洲国家的撕裂。 有些希望积极发展与中国关系,但也有一些国家,比如立陶宛,为了给美国线透名状,各种挑衅中国,德国内部就不存在类似问题吗? 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总裁伯乐仁就警告,德国新外长不要寻求与中国对抗,而是要采取更尊重的态度。 道理也很简单。 伯乐仁表示,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国家。 20年来中国使11人摆脱了贫困,造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阶层。 而且如果通过对抗性政策,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,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再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。 即使德国的能源转型也就被终结了。 毕竟中国已经不是以往的中国了。 当然德国也已经不是以往的德国了。 所以不可能没有摩擦。 我们对这一点,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 当然对德国来说,比中国的关系更紧迫的。 还有怎么协调德法关系? 怎么对付英国的折腾? 怎么解决与俄罗斯的冲突? 怎么处理与美国的矛盾? 默克尔时代结束了。 英国也彻底脱欧了。 波兰还在闹情绪。 战争阴影笼罩。 古老的欧洲大地, 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 2022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。 上面两件大事。 只是2022年一系列大事中的影子。 不寻常的2022年。 我们将建筑一系列重大的事件。 更多的人将死于新冠。 这是残酷的现实。 疫苗会发挥作用。 但病毒不会消失。 更多战争将在中东、非洲等地爆发。 说不准乌克兰危机。 这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冲突。 恐怖组织卷土重来。 我们已经在非洲看到了警讯。 也不排除欧洲。 更多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事件。 美国将进一步撕裂。 作为弱势总统的拜登。 很可能的在中期选举中文为薄脚牙。 也不排除美国出现滞涨危机。 普京更不是擅长。 俄美之间。 俄欧之间。 肯定有各种斗争交锋。 国际格局在颠覆性裂变中。 也不排除戏剧性的变化。 夹杂在大国之间。 当然也不乏一些跳梁小丑。 各种同名状。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。 小丑就是小丑。 最后出丑的是自己。 明粹主义加剧。 一些国家继续撕裂。 内战、内耗、内卷。 人们在苦难中煎熬。 气候危机加剧。 大自然正在加倍报复人类的破坏。 我们将目睹更多的灾难。 疫情危机。 经济危机。 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。 一旦突破临界点。 就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。 在一些国家。 很可能的政府被颠覆。 有些可以预测。 有些我们永远不可预测。 这个世界唯一可以确定的。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。 没有永远的朋友。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 有的是永远的利益。 争取最好的结果。 做好最坏的打算。 当然今天的中国。 毫无疑问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 江山壮丽。 人民豪迈。 前程远大。 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。 或具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。 应该也就在未来几年。 中国GDP将历史性超越美国。 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。 这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。 但我们更要看到。 这个世界的剧烈变化。 看到变化中的机遇。 更有一个又一个陷阱。 有不少更是直接针对中国的陷阱。 2021年就有不少。 2022年更不会少。 帮杀中国是杀。 捧杀中国更是杀。 越是这个时候。 中国越是要清醒要有定力。 但正如我昨天说的。 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中国。 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中国。 一个永远将人民放在第一位的中国。 必定是一个可爱的中国。 就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。 但序幕还不是高潮。 2022年第一天。 新的大变局开始了。